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好 再把聲音拿出來 我們要趕時間 請你翻開到馬克福音 馬克福音的第五章 我們來看第25節 馬克福音第五章 第25節 我找到了嗎 找到我問你聽 第五章第25節說 有一個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在好些醫生手裡受了許多的苦 又花盡了她所有的 一點也不見好 並是反倒更重的 她聽見耶穌的事 就從後頭來砸在眾人中間 摸耶穌的衣裳 意思說 我只摸她的衣裳 就必痊癒 於是她血漏的源頭 立刻乾了 她便覺得身上的災命 好了 耶穌頓時心裡覺得有能力 從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眾人中間轉過來說 誰摸我的衣裳 本土對她說 你看眾人擁擠你 還說誰摸我嗎 耶穌周圍觀看 要看見做這事的女人 那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所成的事 就恐懼佔精來俯伏 在耶穌跟前 將實情告訴她 耶穌對她說 女兒妳的性救了妳 寧平安安的回去吧 妳的災命全遇了 然後後面是雅魯女兒 我們先停在這個地方 牧師這次來呢 跟你們講了很多的一些 很重要的一些的概念 是關係他們每一個人 你如果仔細的聽 你可以明白的話 這對你的生命當中 會帶來一個很大的一個影響 我要繼續把我上一堂沒有講完的 講完給你聽 請盧利兄再把你的PowerPoint放下來 在教會的歷史裡面 有一個非常出名的一個護教學家 他是一個哲學的思想家 他的名字叫做路易士 路易士 在那個書裡面呢 他舉了一個例子 這邊是妳看到什麼東西呢 一個破房子 那很多人這樣子想 請妳 我只會很快地講過去 我會花太多些名字細聽 他說我們人呢 都像是一個房子 那這個房子呢 那這個房子呢 有一些的問題 那我們常常認為說呢 我需要耶穌進到我的生命裡面來 幫助我解決我的問題 那這個房子呢 可能漏水 這個房子呢 可能連窗戶門都沒有 所以呢 沒有 主耶穌啊 恳求妳 進到我的生命來 幫助我 把這個房子呢 變得更好 所有的漏水都可以停掉 沒有窗戶的 幫我裝一個窗戶 沒有門的呢 把它改成一個門 以至於我的生命可以更好 這是大部分人的一個想法 下一章 可是主耶穌想要回答是 我不打算要修妳的房子 我打算蓋一個城堡 再下一章 我打算蓋一個更大的一個房子 但是我要蓋這個更大的房子呢 需要先把妳這個破房子呢 給拆了 但是我們的想法是 主啊我只是要防漏水 主啊我只是要裝一個窗戶 結果當神開始要打掉妳的房子的時候 很多人都開始大聲的尖叫 主啊不要啊 哎呦我好痛啊 這樣不行啊 主啊妳在幹什麼 這跟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妳怎麼可以做這樣的事情呢 我把妳請進來 結果反而比直況妳回來更糟 但是妳不能明白的是 神的旨意要成就在妳生命當中 神的心力比妳所想的是大了許多 但是我們人只想要抓住一些些的事物 我們抓著不怕 以至於許多的時候 神沒有辦法制服給我們 因為我們抓住一個東西 根本在她來說是沒有價值的 對於上帝來講說 這根本不是她為妳所預備的 親愛的朋友姐妹 如果妳明白的話 我們生命當中都有那些的圖像 妳可能認為一個手機就可以帶給妳快樂 可能只要買一個包 或者是我只要找到那個合適的人 我一切就會OK 或者是我只要有好的一個表現 或者是我賺足夠的錢 來證明我是一個有用的人 好像我就會快樂 但是最親愛的女友姐妹 那一些都是生命當中的一些偶像 我再強調一遍 偶像就是妳沒有講出來 但是妳心裡面的深處知道 沒有她我會不快樂 沒有她我會活不下去的 有些人可能認為就是 我要的就是 我人生要的就是這個女生 如果這個女生離開了我 我自殺好了 我活不下去了 有人是說我的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賺錢 我要有我的好的一個事業 我的事業只要成功 我一切就會快樂 妳不一定心裡面這樣子想 妳腦袋不一定明白 但是我們心裡面都有抓住一個東西 而這個東西 我要奉主耶穌的名告訴妳 這個就是實實在在的 我們生命當中的偶像 那個偶像抓住我們 以至於一個人 他沒有辦法有真正的平安 一個人沒有辦法真正的經歷這個上帝 因為我們只是借用上帝 成為一個手段 來幫助我們達到 生命中想要達成的目標 親愛的兄姐妹 這個不是信仰 真的不是屬於 你可能能正正遇到過屬於 親愛的兄姐妹 很多人扶不下去 很多人晚上睡不著覺 很多人把各式各樣的愁苦 加在自己的身上 把自己穿透了 刺透了 為什麼 因為他要一個東西 他要一個人 他要一個人 他要一個人事物事 除了神以外 而另外所要的 那一些都會帶給我們愁苦 變變辦法真正的概念 剛剛很多人有故事 他說有一個婦人 她得了血漏的病 你知道血漏啊 很難解決 在以前 在耶穌的那個時代裡面 一個人得了血漏的病 在救援裡面交代的是 血漏就是婦人 她一次流血 沒有辦法質詢 世紀裡面說 這樣是一個不潔淨的婦人 什麼意思呢 只要這個血漏的婦人 她走過去 她摸到那個人 那個人都不潔淨 她所有坐的地方 她坐過的地方 就是不潔淨 另外一個再坐下去的 也成為不潔淨 所以世紀裡面記載說 她已經經歷這個血漏了 多久啊 十二年的一個時間 重點是她說 她用掉她所有的錢去找醫生 今天有姐妹 如果找醫生 醫生能幫助你 那也就算了 她把錢都花進了 這醫生讓她受了許多的苦 但是這個病沒有更好 有姐妹 當我們把判斷放在人的身上的時候 當我們把判斷放在世界上的事情的時候 當你遇到難處的時候 你常常想說 誰可以解決吧 或者是我打個電話 找誰來幫助我 或者是醫生可以解決 親愛的姐妹 我的家都是醫生啊 我自己的父親死於肝癌 當他當病的時候 他到處問 哪一個醫生可以幫助我 有誰可以來幫助我呢 醫生做你的辦法 你的情況除了換你的肝 你的辦法 我父親說 兒子你到美國去把房子給我賣掉 把錢拿回來 要花多少錢都可以 只要把愛的肝給我 我要活下去 我真的去把房子賣 錢也拿回來 去拜託醫生說 醫生我父親說 多少錢都沒有問題 醫生給他換肝 他說還天生更不是錢的問題 我說什麼意思 他說你看看 他就帶我到他的房間裡 病房 他的辦公室裡 把一個櫥子打開 到處都是兵力 他說這些人都在等肝癌 我要說不好意思 他們都有錢 沒有肝癌就是沒有肝癌 你花這多錢 我剛剛跟你講 輪不到你父親 你不要以為一心的事情 你以為這世界上 人定生天我只要努力 就可以達到 可是事實上 證明有很多事情 我沒有辦法 但是一個人年輕的時候 就像我昨天講 年輕的時候 我覺得我不可一世 有什麼事情可以難得到我的嗎 需要耶穌 耶穌比較需要我吧 耶穌很需要我 要奉獻耶 直到你生日當中出了一些狀況 你發現原來這個世界 跟你想像的不大一樣 所以很多的人我所遇到的 但他真的得到他想要的 他心裡面所預定的說 我只要有錢 或者是我只要人家認為 我是一個somebody 我是一個有用的人 我就ok了 可是實際是 當他們真的達到的時候 他發現一場功 這是為什麼會有很有錢的人 他選擇自殺 有些人他已經發展這麼好 他最後決定要死 你在尋找什麼 親愛的丟姐妹 你在尋找什麼 聖經上 有許多人在做見證說 人的盡頭就是神的開頭 那你真的要走到人的盡頭 你才會發現沒有路嗎 聖經裡面記載 那個血漏的夫人就是 他已經盡頭了 他不會再有錢看醫生 重點是他有錢看醫生 醫生也沒辦法解決他的問題 十二年了 他的意思不是只有疾病 他不能跟任何人來過 你想想看 這個人活著跟死的 有什麼兩樣呢 你今天如果這個病 想想在那個時代 沒有人可以坐在你旁邊 你不能跟任何人互動 而且人家認為你是一個 不接近 是一個骯髒的人 你這樣讓過這個生活呢 你怎麼過這個生活呢 所以那個婦人 讓他走投無路的時候 他不曉得該怎麼辦 他聽說 耶穌要經過 他聽說 耶穌要經過 各位 他是一個婦人 也是耶穌走到哪裡 旁邊的人 多得不得了 到處都是人幾人啊 結果那位婦人心裡想說 我只要可以摸著耶穌 我只要能摸著耶穌 那個衣裳的那個穗子 我只要能摸到他旁邊一點點 你知道他為什麼要摸耶穌衣裳的穗子嗎 因為這個女人非常有禮貌 神經的記載 他一個血肉 一個烏龜 骯髒的人 他摸到另外一個人 那個人就成為不接近 所以他不敢摸耶穌 他只要摸著耶穌旁邊的那個衣裳的穗子旁邊的 須須的 另現的 一點點摸到的話 他就給他 神經的記者他在人群中 鑽來鑽去鑽來鑽去鑽去 到最後摸著的時候 各位耶穌正在往前去 看好他正在往前去 旁邊都是人 他沒有他根本不知道這個女人在那邊的 他不知道 結果這個女人從後面過來摸著她的時候 她頓時覺得有力量從她身上流出去了 那個婦人頓時覺得說我的病好了 耶穌要去一個地方 去一個管會堂的家裡 揚入她的家裡面 要醫治那個女人 沒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讓她停下來 但是這個女人讓她停下來 這個女人讓她停下來 再來是因為她的信心 她要 聽好 耶穌停下來轉過來說是誰摸我 她問了不止一次 那個婦人害怕她不敢承認 她說誰在關中誰摸了我 聖經裡面記載 她的門徒尤其彼得還罵她 欸 你看看旁邊都是人 哪一個人在擠你 哪一個人在擠你 你問說誰摸你 對還不對喔 你怎麼問這種奇怪的問題 怎麼誰摸你 誰摸你 每一個人都在摸你 她說不是 有人摸我 講到底是誰摸我 你們說到底是誰摸我 聖經裡面進來 那個女人發現她不能再隱藏 就出來解釋說是我摸你 我是我摸你 耶穌用一句話回答 聽好 她說女人女兒的性 請救了你 你明天剛安的去吧 我當全世界的牧師十七年 我專門分享我在大學的時候遇見了主之後 我就沒有再回過頭 我只從摸到主耶穌之後 我生命當中的病得到醫治之後 我再也沒有回頭過 但是跟我一起追求的人 有很多人 有人都離開 有人他不再跟水族 但是我要這個主 有一個原因 門徒跟主耶穌講說 欸 你看 每一個人都在摸你 你怎麼可以說是誰還在摸你 建丘姐妹你有沒有聽懂這件事情 每一天每一個人都在擁擠耶穌 但是只有一個人得著醫治 你聽懂我在跟你講什麼嗎 那些每一天都跟著耶穌 甚至靠近他 甚至擠在他旁邊 但是只有一個女人得著醫治 你不要以為每一個人都來到這位 他就有耶穌 每一個人都來到這個夏日裡 我祝他就會有耶穌 有可能就這麼一個人 因為他 要 他知道他生命當中 手機救不了他 愛情救不了他 蹦蹦救不了他 車子我管你什麼東西 沒有人可以幫我 他心裡面明白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這位耶穌他能救我 所以他心裡面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呼聲說 神啊 我要 神啊 我要 親愛朋友姐妹在這個世界上面 每一個人都要很多東西 但是 嫌少 至少 有人說 我只要 耶穌我一定要他 親愛朋友姐妹 我以我自己來做一個見證 我生命當中最大的一個改變就是 我心裡面開始有一個明白 除了耶穌是一切之外 再也沒有別的神 除了你以外 再也沒有別的神了 世界上所有這一切的廣告說 只要你買我這個東西 You will be happy 你就會快樂 這個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騙局 因為他騙你的錢而已 只要你跟我一樣漂亮 你跟我一樣的英俊 你就會受歡迎你成為一個成功的人 That's a lie 它是一個謊言 就代表說 耶穌我只要摸到你 我只要有耶穌 有了耶穌 就有了不起 今天各位姐妹 是的 在你家裡面沒有買任何的偶像 在你心裡面可能也沒有 但是我要表達的是 在你心裡面的最後面的那個深處 人家看不見 我稱他為隱性的偶像 人家以為我要追求的是要成為一個醫生 No 我追求是的 外面追求的是要帶一個醫生 要有名要有錢 可是我心裡面的深處 是要得到人家的一個認可 我心裡面是渴慕 人家給我掌聲 我心裡面是渴慕 人家說 你真的是做得很好 我想要得到人家的肯定 那個才是我真正想要的 我才能管醫生 我才能管錢 只要有辦法 讓你可以得到心裡面那個 那個才是我真正的偶像 很多人都出來賺錢 很多人都出來打拼 但是他裡面真正的目的是不一樣 今天天佑姐妹我問你這是什麼東西 只要你有一個東西在你裡面說 除了神啊 我要這個東西 有了我就會快樂 這個就是你的偶像 今天天佑姐妹 今天你需要把那個偶像拆下來 聖經記載說他們把偶像拆下來 而且把他打碎了 甚至用火把它燒掉了 只要你身邊當中有那個偶像的一天 你就沒有辦法有真正 我是師父 哈哈 我是師父把我心裡面的偶像 你說牧師你有偶像 有 你想太多勒 因為牧師不會有 有 然後 我奉要說你 你跟我出去 我把它拆了之後 阿倫路兩顆自由 沒有多久 這個偶像沒有爬回來 住在我裡面 欸 怎麼又回來 你從哪裡回來的 亂七八糟 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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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不久又回來了 所以這偶像常常要拆掉 你明白嗎 常常要把他拿掉 因為你不小心啊 有可能我藉由服侍 希望得到大家的一個認可 對 我現在不是當醫生 我現在當牧師 可是可能人家給我掌聲的時候 我又回到原來的那個情境 除了要服侍神以外 我想要服侍我自己 那個叫做 偶像 我們常做這件事情 你跟我一起翻開到馬可福音的十張 馬可福音的十張第四十六節 文音給各位看好嗎 請你跟著好不好 馬可福音的十張第四十六節 這邊說 到了耶利哥 耶穌同門徒 並許多人 出耶利哥的時候 有一個討伴的 瞎子 是引脈的兒子叫巴迪 坐在路旁 他聽見是拿撒勒的耶穌 就喊著說 大衛的子孫 耶穌啊 可憐我吧 有許多人責備他 不許他作聲 他卻越發的大聲喊著說 大衛的子孫啊 可憐我吧 耶穌就站住說 叫過他來 他們就叫那蝦子 對他說 放心起來 他叫你吧 蝦子 丟下衣服 跳起來 走到耶穌那裡 耶穌說 要我為你做什麼呢 蝦子說 拉波尼 我要看見 耶穌說 你去把你的性救了 蝦子立刻看見 就在路上跟著耶穌 這個人 看我 這個人呢 他是蝦子 你如果是蝦子 今天的醫學 也不一定救得了你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在那個時代你是蝦子 基本上你不會有看望的 但是六姐妹 如果你是蝦子 但是你活在家庭背景很好 家朋友的錢 或蝦子那有什麼關係呢 欸 把飯拿來 這飯就拿來給你吃 茶拿來 欸 茶就有茶 有人在旁邊一扇扇子 click through 當蝦子還可以 可是問題是這個人 他當了蝦子 也就算了 結果他又那個什麼呢 乞丐 這不是一個好的事業 你懂嗎 弟兄們 如果你沒有要找一個事業 你要當蝦子 當蝦子就當乞丐 這個不是很好的一個組合阿 你能想像 一個人他瞎了 他一般乞丐 他只能坐在路旁 这个人是没有未来的 谁可以帮助他呢 他的家人也救不了他 圣经里面记载 其实那一天坐在路旁 耶利哥城外的路旁 有两个虾子 但是只有记载一个人 他叫做巴迪迈 迪迈的儿子叫做巴迪迈 他坐在那个地方 虾子坐在那边 没有他望 突然听到很多人走过去 他会说 谁走过去啊 那个叫拿撒那人的耶稣 走过去了 各位 他没有帮忙的 没有人可以救他的 他听过耶稣 这个拿撒那人耶稣经过了 这可能是 他使命中 唯一的一个机会 圣经里面记得那个巴迪迈 他二话不说 他就把衣服丢成大师 谈叫做拿撒那人 他说大卫的子孙啊 耶稣救救我吧 可怜可怜我吧 为什么叫做大卫子孙 你知道吗 他这样子叫的意思是 他相信 那个正在经过的 那个叫做耶稣的 就是圣经里面 所应许的弥赛 旧约里面讲说 那个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 所以当他用这个词的时候 大卫的子孙啊 的意思是 这一个瞎子说 只有你可以救我 只有你是弥赛亚 只有你是救主 我要跟你表达的是 耶稣正在经过的时候 他抓住了那个机会 他起来大声的呼喊 你知道他呼喊的结果是什么吗 有很多人责备他 不要再叫了 你吵什么吵啊 你这个叫花子 穿上去 什么东西啊 我问你 你今天在一个场合里面 你讲话带大师 人家跟你讲说 小声一点 你不会 闭嘴 那你会怎么样 啊 哎哎哎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对不起 对不对 你是叫花子 你有没有什么身份地位 你是什么乞丐 你叫什么叫 闭上你的嘴巴 再把他踹过去 再把他踹过去 大魏子孙啊 可怜可怜了吧 他叫更大声了 有没有 圣经里面章记载 他越发大声地呼喊 大魏子孙 大魏子孙可怜了吧 你听懂吗 因为这个虾子 尖叫花子 他人生没有任何的一个希望 他唯一的希望 不是iPhone 也不是什么车子 什么都没有 他只有看到 那阿撒拉人 耶稣经过 他知道 只有这个 只有这个人可以救我 所以他拼了 他的全身的力量 拼了他的 把命态要呼喊 耶稣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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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里面记载 跟上面我给你读的故事一样 耶稣停下来 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有谁可以叫他停下来呢 只有当一个人他真实有信心 真实的相信他 向他呼喊的时候 他会为你停下来 他停下来就把他叫过来 他停下来就把他叫过来 等一下跟那虾子讲说 他叫你了 你放心了 你有救了 他跑到耶稣的面前 耶稣问他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我是虾子 你问我 我要什么 我当然要看见 我要什么 你明白 懂吗 我是虾子 你问我要什么 我告诉你 很多人都不知道你要什么 有很多人都到我教会来 我第一次来 他说 牧师你可以为我祝福祷告 我说 好牧师为你祝福祷告 请问 你要祷告什么 嗯 嗯 嗯 知道 嗯 嗯 世界主的挺好的 我告诉你 嗯 我在这系上 他根本不知道他要什么 他根本不知道我只能干嘛 他根本不知道我只能干嘛 我说实在 真的 我很悲惨的一个生活 人生活的文目标 蛤 什么 哦 好 你要耶稣 哦 是哦 好 我真的很想 他很想要巴他一下 可是 牧师不适合做这个事情 你 有没有地方自己可以帮助我 抓到你的助理 专门巴人家 耶稣问了巴迪迈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我眼睛要看见啊 主在那天 当场的医治他 而这个人就起来跟随耶稣 其他要准备 每天跟随耶稣的人 大部分人眼睛都可以看见 但是这些可以看得见的人 都是瞎子 每天有两个瞎子 只有一个瞎子 是真的看得见的 他要耶稣 结果姐妹 你如果说明当中 你看不见耶稣 对你的重要性 你是瞎子 你需要耶稣的怜悯 超过你自己所知道的 你不知道 瞎子知道 瞎子说 拿上了人耶稣 大位的子孙 可怜可怜我吧 你不知道你有多可怜 因为你被各式各样的事物所欺骗 所以我们人一直在努力 我只要有那个房子 我只要买那个豪宅 我只要买那个 我一切都OK了 可是一辈子一直在追不到 一下子生命就过去了 他没有时间去思考 人生到底最重要的是什么 瞎子因为他又是教花子 他早就想清楚了 人生了 最重要的就是耶稣 没有别的了 哪一个女人得医治 哪一个瞎子 她的伙伴没有得医治 那瞎子得医治 很简单的一个原因 因为他要 结果姐妹 我在我的时代里面 到处都是年轻人 就像你今天在那边 到处都是年轻人 但是有几个 真的要耶稣的 我鼓励你 在我们当中 有没有年轻人 有一个人 比那个瞎子 还有人看得见的 起来说 主 我要 你问这些多少人 你要什么 什么都要 就是不要耶稣 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人说 我看见的 而不是你讲的我看见的 我谁都可以不要 我就是要耶稣 我告诉你 这是我做的见证 你有了耶稣 有了一切 你没有耶稣 有了一切 还是空的 我奉主耶稣的名 问你 现在问你 你一样的是什么 你生命中 如果有偶像 你不会有偶像 你不会有偶像 os母亲 去保护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过去 而且很快速的一个过去 你知道当牧师 有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事情 就是 常常当人家 找到生命的进程的时候 我需要去把他倒露 很多时候是在病床 从病床一直把他送到冰淋里外 最后把他送到坟墓里面去 你能够想象到很多人在病床的时候 在最终临床之前 临终之前抓着牧师的时候 抓到的时候 说牧师你跟你的上帝讲 再给我十年 再给我十年 我会服侍他 再给我几年 我会好好的怎么样 什么人都没有 你为什么一定要等你走到最后的时候才发现 我要来服侍他 很多时候来不及了 你听懂的意思吗 人活着尤其年轻的时候 我以前年轻了 我现在不年轻了 人活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这条男孩也许要你的事 很少人是这个样子 很少人他什么都要的 就是要你的事 我今天要问你一些重要的问题 可以的话 就五分钟的时间 请你第一个走 不要在现场里面 不要随便走动 我要问你几件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 老婆牧师从台湾来的 跟师母一起来的 花很久的时间 这边实在是蛮远的 但是我认为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不是一件我们的事情 我们非常乐意来这里的服侍 我不管你是基督徒 或者什么是基督徒 这不是我在乎的 我也不管你是生下 我在基督教的家庭 我也不管这个 因为很多基督徒 他也只是话 我要问他一句话 我相信在我当中 有些人听得懂我在讲的话 我要跟你说话 有多少人愿意 拆掉你心目中的偶像 当老婆牧师在讲这些偶像的时候 你知道你有 我怀疑在教会多久 或是在教会是全世界的方向 都一样 你知道你心里面有偶像 你今天需要跟罪悔改 把这些偶像拆掉 除了我以外不能有别的神 你要拆掉那些偶像 那一单的来服侍那独一的真神 我再跟你讲一遍 在我们当中 无论你是基督徒 你不是基督徒 你生下来都是基督徒 都是你一样 我问你 在我们当中 有多少人 你知道你心里面有偶像 你想清楚再回答我 你知道你心里面是有偶像 你今天需要拆掉它 回转回到永迷的真实 如果这个是你 你愿意勇敢的在神的面前 做这个表示的话 请你把你的手现在举起来 举个不要放下来 头也不要抬起来 你知道你心里面有偶像 我奉主耶稣的领悟召你 你知道你该回改 奉耶稣的领寂便回改 这个人是你一把手举起来 现在就举起来 不是为了别人 没有人可以看你 连个人都投低下来 你知道是你的 你手不要给我举一点点 你在神的面前给我表达 手举起来 举高一点 请你放下来 我再讲一遍 刚才举过的不用再举 在我们当中 你知道 这么多年来 你知道 你心里面有东西在驱使的你 那个不是 但是你只是用神 成为一个手段而已 你不是真的要他 你今天需要回改 来到他的面前 我代表我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 问你 在我们当中 还有人 你知道应该要回改 还没有回改 请你现在把手举起来 举起来 举过的标准 放下来 最后一次机会 再问你 你知道你应该回改 你知道你浪费了一生 在这些事情上面 你需要回改 你还没有举手 你知道到 举下来的时候 圣灵是在跟你说话的吗 刚才举过的时候 不要再举手 我要对那些还没有举手的 你知道是你 现在举起来 最后一次机会 举了先不要放下来 好 放下来 现在我在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听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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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随便回应 耶稣今天在我们当中 正在经过 他现在在我们当中 正在经过 有多少人愿意向那个血肉的妇人 或者是那个虾子 把你说 耶稣 我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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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旁边有很多人 在你旁边有很多人有急 但是只有一个人得着医治 在那天从天里丢成外 很多人跟随耶稣 就只有一个虾子 得着医治 主耶稣要问你 你要的是什么 有多少人今天可以回答说 主耶稣 我单单的要你 我就是要你 别人要什么我不知道 我要你 如果这个人是你 我请你在你的位置上面站起来 你不要给我面子了 你不要以为别人的压力 这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再问你一次 你真的要吗 你不确定的没有关系 没有人本身的关系 我不会用另样的眼光看你 这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事情 你说我要 别人怎么样子 我不知道 但是至于我 但是至于我 我要 你想清楚的在这里 我给你做好 不要起来 还有没有人要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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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母非常地爱我 但是他没有办法来看我 我父母非常地爱我 他没有时间的 不是他们不要我 没有办法 这世界上的人 做了都有些 包到我们的父母亲 只有耶稣 他真正的改变我们 一切跟一切 你今天要的是什么 我最后一次在问 在我们当中 当耶稣现在正在经过的时候 你说你要的 你要的 请你想清楚 在你的位置上 在我们 还有没有一个 我代表我主要是 在问一次 我最后一次在问一次 还有没有要他 你愿意的话 你在你位置上面暂停 你说我不明白 那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就是说我只要耶稣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我在跟你几秒钟的时间 还有没有这样的人 你不要看旁边的人是怎么样 你不要管旁边的人 就是你个人 但是你念前面的意 你不要受到旁边的人影响 你自己要想清楚 在在一起 还有没有 你 你不疫情 你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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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你 我再看你 你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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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师这时候要为你们来祷告 所有现在站立在神面前的 我要为你祷告 希望你这个站立是你想清楚的 你不是为了我 是你跟神之间的 你今天站在祂的面前 我等一下为你 我是现在可以祷告的 这是你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 不是因为我 是因为你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 请你们都低头 我现在为你们祷告 主在我们当中 有许多人今天在你面前举手 他清楚的知道 他需要摆脱生命当中的偶像 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偶像 我心里面那个图画认为说 我只要有了他 我只要有了他 我就会快乐 亲爱的我们的神 今天我要奉主耶稣的名 主要把我心里面那个偶像 奉耶稣的名把它拆掉 这次的偶像不能在我生命里面 再有影响力 也不能再承回我的神 我要奉主耶稣你践踏 这些在我们心里面 长久的偶像 我要奉耶稣你践踏 你们 我只愿意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祢是我的主 祢是我的人 我只担在你 主还是会今天 站在你面前 这些年轻的弟弟跟我们 这些的弟兄姐妹们 他在你面前说 主我药 当年那个石头的夫人 如何的药 当年那个八地板 那个虾子 那些坐在路旁的这些 祢是因为他们看见 人生没有其他的路 只有这条路就是要的 主今天在你经过的时候 我为这些弟兄姐妹 所有站在你面前 来来祷告 主啊今天所有 站在你面前 你每一天要看见的 那个血浪的夫人 让你停下来 那个虾子 让你停下来 今天有这么多的 对物质们 站在你面前 他们要让你停下来 主你今天 都看见他们了 主我还是现在 岛上可求他们的手 安在他们每一个身上 主他们生命都在你面前 因为他们要你 主无论是在日大 无论在中国 无论是在郑和市 这个地方 当他们要你的时候 主你都会违离他们 主你看他们为宝贵 你看他们为宝贵 亲爱的圣灵 跟主这时候 你运行在他们当中 你亲自来对他们说话 亲爱的圣灵 跟主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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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马上 在他人生 他在众子 跟主祢大 在公司的地域 都会出现 我们的一个 对他人生 所以他们 这就是 他人生命有所 所得的 不在义 看 看 他人生 赛 他人生 他人生 这别人 他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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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需要你做一件事 你在你的位置上面 当你投第一个的时候 你自己跟主耶稣讲话 他现在就在这里 而且他有代表他问你 你要什么 你到底要什么 你现在用一分钟的时间一起跟他讲话 无论你坐在哪里 站在哪里 你自己开头跟他讲话 就是现在 他在我们当中跟他讲话 他会听你的导航 我现在用一分钟的时间 在哪里 在哪里 我现在用一分钟的时间 我现在用一分钟的时间 你为什么要再讲话 就是现在用一分钟的时间 就是现在用一分钟的时间 主 还在为在我们当中的很多年轻的弟弟妹妹祷告 很多的时候那个心里面有很大的伤痛 在我们当中很多你是受伤的 因为长时间没有人顾遇到你 你一个人想办法活着 你找不到人生的一个方向 亲爱的主 可求助你这时候伸出你的手来 亲自做他一致的一个工作 你安慰在我们当中伤心的人 看到许多人他自己面是忧伤的 主 可求助你伸出手来 在人生的道路当中许多的时候是非常的孤单的 看不见苦苦也没有人陪伴 主 可求助你这时候伸出你的手来 亲爱的主 主 你伸出你的手来做一致的工作 安慰在我们当中那伤心的人 主 你说你先安慰伤心的人 那破碎的人 主你依止他 有人这样当中心是破掉的 主你把他的破碎一块一块的拾起来 你亲自依止他 你用他平衡的手做他的依止的工作 主 我很感谢咱们 谢谢主 你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 也就做奇妙的工作 亲爱的主 谢谢你今天在我们当中 做奇妙的工作 谢谢主 你亲自做感动的工作 让许多人还可以 主 我很渴望 主 你今天要在这些地窗前面的生意呢 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开始 一个不一样的代理 他们今天所有来的人 当他们离开都在跟来的时候一样 今天所有没有站得住在这边的 主也跟丘主 你亲自触摸他们 对他们说话 用你的爱充满在他们的中间 无论是站得跟做的 主 你的爱也会往交换下 谢谢你 感谢站得 主 孩子 你的母亲 谢谢你做奇妙的工作 不上次祷告 奉主耶稣基睿的圣语 我需要你做一件事情 在你们要站过坐之前 我想带各位唱一首诗歌 这时候你们让我沾揚 在你们的手册上面 这个歌呢 这个歌呢 是 我高中的时候唱的歌 我从高中大学很喜欢这首歌 这首歌说 什么 副歌说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我一生活着 为了就是要来敬拜你 你知道这个歌的意思吗 除了问题外 再没有别的想 除了我一生活着 只单单来敬拜你 但是我需要一个帮忙 各位 有没有人可以出来 帮我一起来唱这首歌 我们这个歌呢 不是要 不是我唱给你们听 不是你唱给我听 你愿意的话出来 跟我一起站在前面 然后面对这边 我们要向上路上 你唱给上帝 你们一起跟弟兄姐妹 你愿意出来 跟我一起来唱 没有爱跟朋友没关系 用你的声音 Hallelujah 今天来唱给我们的主听 还有没有 来吧 来 没关系 你试试看 你出来的时候意思是 你要来敬拜他 然后呢 我们唱这个歌的时候 你后歌把它背下来 你试着 你来听听看 我们单单的唱给他听 不是你唱好不好 这个次要 我再了解 还有没有人要出来 我们一起唱 看你要看投影 或是那个都可以 等下副歌把它背下来 我们试着来唱看看 记得 各位在这边 不是唱给人听 我们唱给神经 我们等下一起用虚拟 来唱给我们的主听 每当我在爱中要换你 在你的荣耀中 所有一切都失去挂赛 那妈妈在爱中 我还是他手拟 我Ã甘乱的将我 記录你心意 我捐心成为你 爱与你无垮 在你拥命的荡耀中 我捐心成为你爱与你保护 每当我赞养祢之身都别 每当我在爱中仰望祢 在祢荣耀我中 所有的一切和事情 我在我的身上 喝得喜乐当我进入祢心 我写信是为祢爱祢保证 在祢荣耀光中 所有一切和事情 我在 我写爱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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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活着 我要寄爱祢 在我们当中 我知道有一些人给我感动 我要一起出来 勇敢也没关系 出来一起来唱歌 我们就是单单来计算了 最多的出来没有关系 都可以出来 我要自己去吧 你唱不好 今天没有关系 出来 我们一起来 今天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就要跟他来计算了 你随时带唱你都可以出来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计算了 我们就出来 你就出来 我们用一段的时间 我们就是来计算了 好吧 我告诉各位 实践里面的第一件 就是除了我以外 都可以演员的事 就是讲到 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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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 鼠鼠在我们当中 超转在我们当中 我跟大家再唱一次 倒部歌马队下来 在唱的过程当中 你用感动人 你就出来 没有问题 然后再说 在前面有点 然后在唱的时候 向着他而去 今天大家要拥掉他 今天大家要敬拜他 是的 我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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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典五天 我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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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助 在你荣耀 观众 所以一切都是心灰灯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我一生活着 我会要敬拜你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我们不该再唱一次 可以的话 请你把诗歌拖起来 用你的心里的想要唱出来 还不要看 我们再次来敬拜他 我们一起唱到唱出来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不要再唱一次 我一生活着 我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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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你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我一生活着 你要敬拜你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我一生活着 我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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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我妈妈让他成为你的祷告 我已神活着 未了解爱你